最近消息 香港的前保安局長 現任政務司長李家超 稍早是召開記者會正式請辭職務 宣布要投入下屆的特首選舉 李家超也被視為是最獲得北京 信任的人選 僅值出身的他 過去壓制香港民主派的言行 也讓不少民主人士擔憂 未來香港將會被高壓統治 國內的兩岸學者就分析 維穩將是中國未來治理香港的 最高指導原則 李家超請辭 香港政務司長 將投入第六屆香港特首選舉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 有消息指出 香港中聯辦表示 李家超是唯一支持人選 呼籲選委支持 這代表李家超有可能是下屆 香港特首選舉唯一候選人 李家超今年六十四歲 被香港出身 一路擔任警職二零一二年起 擔任香港保安局副局長二零一七年 升任局長二零二一年 再被拔阻為政務司長 現在獲得北京政府清點的他 將可能是首位警務人員出身的特首 但過去李家超在香港各項民主運動 扮演的角色和言行 明顯偏向中南海 在香港出身長大的政治評論員 桑普擔憂 中國未來對香港治理 將採取更高壓的手段 也有學者認為李家超的出現顯示中國共產黨 下半年即將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尋求繼續執政的習近平不希望香港出現任何狀況 基本上還是穩定的 穩定愛國 那麼服從這個北京方面的 這個指示來辦事 不要讓香港出現這個亂子 就大陸的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那麼你這個李家超 他應該是比較蠻適合的 學者認為 雖然香港向來是國際商業金融重鎮 但北京政府選擇警戒出身與商界淵源不深的李家超 擔任下界香港特首 也代表香港未來維穩的重要性 會大於經濟發展 記者 陳柏玉 台北報導